吴子云又记者陈一宽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中信兄弟冰封暴愈演愈烈 林志胜陈红文族特别召开 记者会强调没有打假球 知名作家藤锦树吴子云今在脸书发表看法 吴子云表示 在事情尚未明朗确定之前 多少人用合理怀疑来对一个无辜的人造成用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口中所谓的合理怀疑 在一个公众人物身上会是一辈子度抹不去的伤痕 如果他真的清白的话 他也举例 就像你根本没有性侵别人 只是被路口监视器拍到在案发时间前后路过案发地点 而且只是去七至十亿买个洋乐多 就被人合理怀疑你是一犯 搞得同学邻居朋友家人都不相信你 但你真的清白 不是吗 你不难过 不过吴子云昨夜在脸书表示 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跟管理风格 才能把一个拥有最多球迷的职棒队伍搞得乌烟瘴气 而且都多久了状况依然不明 重点是哪一边讲什么话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